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这部剧也是增加了非常多的色彩的 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视剧了 而身为里面的男主角一号张若云 也因为这部剧的红透了大江南北 潇洒随性的性格和酷帅高冷的外貌 成为了很多女生的idol 而庆余年已经播出了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庆余年二也时常被人们挂在口头提醒 毕竟有了一的节目效果和大量的观众粉丝的基础 庆余年二该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一部剧了 主创们参加王牌对王牌 以及各种综艺节目 都有意无意的提到了庆余年二的进度 这既是预热 其实更是回应观众的关切了 要知道主演张若云 可是跟剧组签了一个长达五年的合约 不仅庆余年二会再一次的出现 同时也不会缺席第三部 真的是让人十分的期待了 而作为女一号的林婉儿 以沁在第二部也将与张若云扮演的范贤再续前缘 范贤在第一部的时候被颜冰云一箭刺中了 之后生死未卜 这一幕可以说是给观众极大的一个问号 不少的网友纷纷表示一脸懵逼 尽管有着主角关环的男主角 不可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死去 但是之后究竟怎么样来死里逃生呢 也是给了人很多的疑惑 也让人对第二部的剧情发展有了新的猜测 不少的网友纷纷表示 难道这部穿越悬疑严情剧 要变成双男主的大型连环破坏剂吗 毕竟有很多的剧透来看 双男主的模式似乎成为了现在的主流模式了 庆余年二也进行一些大胆的尝试 其实也是不可能的 而连这个官方微博也转发了 看来真的是有迹可循 更加令人惊喜的还不止这些 还有斯里里的扮演者李纯 王启年的扮演者田宇 二皇子的扮演者刘瑞瑞 范剑的扮演者高曙光 范若若的扮演者宋毅 范思哲的扮演者郭麒麟 都将继续出演静云年二 更加令人不少的网友关注的是 第二部的颜冰云到底会是谁饰演呢 对于张若云演范贤已经是确定了的 而颜冰云就成为了最大的问号了 毕竟现在肖战可以说是成为了顶流的男演员 如果说出演第二部的话 也不可能再是小小的戏作一绝呀 因此如果不换人的话 那么肖战的气氛一定就会大大的增加 而如果换人的话 则可能会面对一部分的观众和粉丝的流失 看来也是给原班人马的团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